花莲县后备指挥部3号上午在花莲文化局 举行112年后备军人进任表扬典礼 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对国防事务 以及灾害防救工作的贡献付出 而在典礼外则增添了书香气息 由花莲清新新文艺学会在场外辉好题字 陶冶国军军官同仁的艺术心灵 也吸引不少国军弟兄带回去收藏 花莲县后备指挥部3日上午于花莲文化局 举行112年后备军人进任表扬典礼 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王信龙上将主持 表彰多位进任人员优秀辅导及机优干部 后备眷属凯模等 场内庄严肃穆 场外则增添书香气息 尽管春节写春联结束了 不过花莲清新新新文艺学会 则在现场辉好题字 提供国军官兵弟兄表框收藏 清新新美术学会搭配国防部的 他们的活动 我们就来支持一下 目前有三位来 因为我本身不善于学术 是画画 水彩画比较多 所以说居然叫来 我们会长要我来 就帮忙 大家来共襄圣祭 由刘伯彦、王沐盛及陈福堂 三位老师在卡纸和宣纸上现场辉豪 即兴创作精致书法 也提供国军弟兄想写上的内容 完成后即可表框当挂式来收藏 结盘借此与艺文老师交流 陶冶国军官兵同仁艺术心灵 同时推展国军文艺记 全民国防文宣工作的表现 记者蒋帮燕华林士报导 感谢观看